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PM包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而且安装更为迅速 圆码包呢 是开源的 那么但是呢 他安装较慢 容易报错 所以呢 我们先来讲RPM包管理名领 但是啊 大家注意 RPM命令 RPM包管理名领有两种管理方法 一种是用RPM命令手工管理 另外一种是用YAM在线管理 这两种软件包管理的区别 我们待会来说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RPM包命令管理 这一小节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介绍两个 两个内容 一个是RPM包的命令规则 另外一个是RPM包的依赖性 好 我们先来看RPM包的命令规则 那么首先我们说 所有的RPM包其实都在光盘里 哎 我们看啊 光盘 超哥放在了虚拟街里 哎 超哥的光盘比较全啊 各个版本都有 当然大家都可以通过官方网站进行下载 官方网站进行下载 那么双击任何一张光盘 在散动S6.3的光盘当中 有一个叫做Package的目录 包的目录 进去 所有的RPM包光盘都在这里 大概2000多个 2000多个 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看 会发现这种包 它的命令都是有一定规则 哎 好像都差不多 那我们就要先来学习一下 这些包的命令规则 那么我们回到看里面 我拿Apa奇包 举例 这里的Apa奇是RPM包 那么它的规则包名是这样写的 那么其中这个HTTPD 代表这是软件包的包名 这个2.15是它的版本 这个15指的是它的发布次数 这个版本发布了15次 这个EL6和散动S指的是它适合这个版本能够在RHEL6和散动S这两个Linux版本当中安装 这个I686指的是它适合我们的686危机平台 各位这里啊 不管是I3864865866686都可以在我们的普通危机上安装 如果这块写的是X64 它只带的是64位软件包 只能安装在64位的这个CPU上 那么所有的RPM包最后都会以RPM结尾 点RPM结尾 各位在Linux当中其实是没有扩展明这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我的文件名可以叫A 可以叫A.BB 可以叫A.ES3 甚至可以叫A.ESE 但是Linux不会把A.ESE认为是执行文件 它只是一个普通文件也说扩展明你随便进行 但是呢 所有的RPM包都应该注意扩展明必须写成这个RPM 原因很简单 这个是给管理员看的 是给我看的 或者说是给大家看的 如果这个包名没有写是这个RPM 那就惨了 我碰到一个这个这个程序 我怎么知道它是RPM包 换句话说 这个扩展明其实是给管理员看的 让管理员可以更加清晰的知道这是一个RPM包 所以啊 各位如果我们自己去组建RPM包 哎 你应该注意都应该用点RPM结果 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换其他的软件包 要不然其他的管理员包括我自己过一段时间都有可能混了 好了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所有的RPM包命名其实都非常规律 基本上遵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命名规则 但是如果这里写的是NoRT 它的意思是任何硬件平台都可以安装 还有部分包 还有部分包 没有写它是适合哪一个Linux平台 那这样的话 如果不写适合哪一个Linux平台 它也指代是任何一个Linux版本都可以安装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些包基本上遵守于我们讲的这个命名规则 好了 我们如果在Linux当中看到类似这样的包 哎 这些都是我们的Linux的RPM包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包名和包全名 包名指的就是这个包的英文名称 包全名指的是 这个包的英文名加版本加一 适合的Linux平台 硬件平台 加RPM 整个写全 为什么要区分这个 很简单 有些命令 只能跟包全名 有些命令 只能跟包名 写错了 这个命令会不能正确之行 那我们现在先来区分包名和包全名 那包名和包全名具体应该应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后续讲RPM命令管理的时候 再来说 现在先分清楚啥 这个HTTPD就是包名 整个这一个是包全名 当然包名和包全名这个概念 是超过给他自己起的 我们可能其他的一些资料 不一定这么叫 但是都会告诉你 这东西是 其实是有区别的 当然可能有一些资料 他们不是太严谨 他在这上面没有做详细说明 那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当中 包括我们的吸收Linux当中 我其实都会严格的区分包名和包全名 那告诉大家 其实Linux系统也是严格区分的 如果跟反了或者跟错了 他会报错 不能跟随之行 好了 命令原则我们就说到这儿 我们来说一下 RPM包最让人头疼 让超哥痛不欲深的东西 依赖性 其实我们上一讲已经说过了 依赖性是一个阿片包的缺点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竖性依赖 它指 装软件包A 会问我要软件包B 装软件包B 会问我要软件包C 那这个时候就只能先装C 再装B 再装A 卸载的时候 就要先卸载A 再卸载B 再卸载C 那看起来好像不难 但是装某一些包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依赖好几十个包的情况 当然 这取决于你的Linux系统的安装 如果系统装的越大 比如说把所有的包都装上 那肯定没有依赖性 那因为是不是所有的功能都已经实现了 但是真正的服务器不会这样 装的太多功能 我们说了 首先你会占有更大的一盘空间 还有呢 爆错的可能性 被攻击的可能性都会大幅度增加 所以我们的Linux的生产服务器 采用的是最小化的 那如果是最小化安装 我们装很多程序都会出现 装一个包 依赖一大堆的包 比如说装软件包A 不光依赖B 还依赖D 还依赖E 再装这个B 又依赖 又依赖 再依赖 还有可能这样依赖 依赖 变成竖性 好吧 超哥曾经见过最多的 装一个软件包 依赖二三十个包 简直是通不预生 这就是我们安全包 其实我们说 讲原理的时候我们讲 原码包的好处是 什么更那个 更适合系统 可以看到原代码 RM包的好处是 更快 坏处是不能看到原代码 其实我们说 真正的应用的时候 RM包最大的问题 就是依赖性 依赖性 竖心依赖 虽然麻烦 还能解决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 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装软件包A 问我要软件包B 装软件包B 问我要软件包C 但是当我装软件包C的时候 回过头又问我要软件包A 这种依赖 就要还起来 其实这种依赖 也不难解决 很简单 把软件包ABC 用一条片子同时装 就会解决还起来 但是 还有一种依赖 叫做模块依赖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打开讯机 打开讯机 好了 启动我们的这个讯机 启动它 启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用远程管理工具 来连接它 这些东西 我们前面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也是多次配置了 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用的是 应该是一点 要不对 好了 输入root管理员的密码 连接之后 我们装一个远程包 当然我说了 所有的IPS包 其实都在光盘里 所以呢 我需要给我的讯机 采用这种点击光盘 点击设置的方式 给它放入我们的ISO镜像 放入3.s6.3 注意这个连接 这个勾要打 确定 把光盘放进去 我们已经学过了 Linux的光盘 需要进行挂载 需要进行挂载 挂载命令是 Mount 第一V下的CG Room 或者S20 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MNT下的 我们没有创建挂载点 创建一个吧 符合我们的一贯习惯 在这里创建CG Room 然后Mount 第一V下的S20 然后呢 Mount下的CG Room 挂载进去之后 我们进入到光盘目录下 就会发现 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 包括我们保存 RPM包的目录 package 进去 package 看 会发现 RPM包跟压缩包 使用一种颜色 红色的颜色显示 我们好几千个RPM包 都在这里 那我们装一个软件包 这个安装命令 我们后面讲 其实不难 RPM是命令 -I是安装 -V是显示安装信息 -H是显示安装过程 我们后面还要详实讲 我们先用一下 安装一个软件包 这个软件包叫 MySQL Connect OGBC 各位 这个软件包 是MySQL跟OGBC连接的 这样一个软件包 我们这里 并不是要利用这个软件包 而是为了让这个软件包 报一个依赖性错误 用来解释我们的 这个幻灯片上说的模块一般 所以啊 大家做实验的时候 不需要装这个包 我们这里只是为了举例 回车 好了 可以典型的看到啊 Aero Fair Dependence 错误的依赖性 这时候 我们绝大多数同学 最容易犯的错误是 老师 我装的是这个包 我依赖的包 好像也是这个包 那大家小心 英文是被动式语句 它是A字 Need by 那被依赖的包 其实是这个包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把它装上 再装这个包 就不会爆锁 那太简单了 装就完了吧 我们已经说过 所有的RPM包 都在这个光盘镜像当中 那我们RPM-Avision 后面加 另一波 ODBC NK不见 大家看啊 N了 是否补权 没有 证明 在package这个目录当中 没有这样一个包 那有人说 会不会是在第二张光盘里 哎呀 我们已经知道 散动S是有两张光盘 6.3 那我这里说 告诉大家 这个不在第二张光盘 没有在第二张光盘 而是各位 这是一个软件包库依赖 库依赖有个特征 只要是用.so.数字结尾 这种包都是库依赖 很简单 这种库依赖包 不是单独独立的包 它是某一个软件包当中的 一个软件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把这个软件 所在的这个包装上 这个软件就会自动安装 随着这个包装完 当然会装上 那依赖性就会被解决 听起来很简单 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 这个文件属于哪一个 好吧 我们的RPM包 给我们解决的 解决方案是 RPM包给我们解决方案 是这样一个网站 翻w.rpm.fun.net 那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看看 使用浏览器 然后3W rpm.fun.net 好了 就是这样一个网站 把你需要 查询的 依赖包 复制 把包名 复制 在这里 人贴 点击 他就会告诉你 在3W S5.10 这个 A386 也就是32类系统当中 只要装了这个包 这个库 就会安装 好吧 那 如果 如果我要不能上网 怎么办 比如说 我们很多教学环境是没有玩过的 那而且可怕之处在于 这个网站不是一开始就有 当年超哥在学习的那次 或者最起码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网站 那那个时候如果碰到模块依赖 而且这个模块依赖是长期存在 我们当时的解决方法就是猜 能猜出来他手里哪个包 就能解决猜不出来 就解决不了 这就是依赖性最让我头疼的地方 这也就是模块依赖 好吧 那么解决方案就是这个 那我们说 阿权莫也发现了这种问题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会发现 阿权包还有一个叫做亚姆在线管理的方法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为了解决依赖性 它的使用方法是这样 我们事先准备好一个包含所有阿权包的网站 作为我的在线服务器员 我们只要用在线命令 去安装软件 不管我需依赖任何哪一个包 不管是竖心依赖 环形依赖 甚至是库文件依赖 都不需要用户解决 这个亚姆会自动的到服务器上 把它需要下载依赖的包 比如说刚刚那个库依赖的是这个包 他就会自动把它从这个官方的这个服务器上下载回来 然后呢 所有的依赖性都自动解决 自动完整 哇塞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 确实亚姆要比手工管理要方便得多 他主要是用来解决在线 但是啊 他也有一点小问题 小问题在于 有人说是不是非要上网啊 哎不是 除了可以拿网络这个亚姆员作为文件服务器 还可以拿本地光盘作为亚姆员 如果我不能上网 因为光盘里面包含了所有的亚姆包 所以呢 我可以拿光盘作为我们的亚姆服务器员 所以不上网也是可以 他的问题是 如果是Red Hat系列 这东西是需要收费的 原因 他认为亚姆是Red Hat公司的售后服务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讲三双S的主要原因 三双S是社区维护的 完全免费 包括亚姆也是免费不要钱的 好了 那我们说说啊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本节课 我们主要介绍了 RPM包的这个命名的规则 然后介绍了一下 RPM包最头层的依赖信息 那么我们下节课会来正式讲解 RPM包如何安装 如何升级 如何写材 我们下节课再见 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